首先我們請那個 有沒有要聯合質詢 沒有 就周碧瑩議員也來嘛 好 那我們首先請周碧瑩議員開始質詢 謝謝兩位主席 唐議員 然後縣長 副縣長 邱皇秘書長 還有各單位主管 我們服務聯絡員 還有記者媒體律師先生 也會同意 大家也會這樣 來 先請到農業主席 主席 你聽一下 一般的老百姓 他可以申請募場設置嗎 來 請處長回答 請處長答覆 謝謝大會主席和議員 謝謝周碧瑩議員 對於敘募議題的關心 跟議員報告 民眾是可以依法來申請敘募場 每一個人都可以申請對不對 是的 來 那申請畜牧場 議員有款有稀 申請過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跟... 前面哪一段話 我們快快回答 來 一定要有議員有款有稀 才可以拿出申請嗎 申請過嗎 跟議員報告 申請畜牧場的話 是按照相關的法規來申請 跟那個申請人的職業類別是沒有關係 那... 申請畜牧場需要用特權嗎 議員報告 申請畜牧場不用特權 按照法規就可以 不用特權 依照正常程序 好 那我周碧瑩 申請牧場 有曾經跟坪東縣政府任何人 使用過特權嗎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 那個... 議員所指的申請 至少在我這邊的話 因為... 目前為止 就是... 議員這邊並沒有來... 就是... 我這邊其實... 沒有接受到說 我上任之後 議員有來... 申請畜牧場 那議員現有的畜牧場 都是之前 在103年之前所申請的 沒有... 我就問你 有沒有特權嗎 你的意思是 不在你的位置當下 所以你不清楚是不是 就是... 跟議員報... 就是... 申請畜牧場的話 人民申請畜牧場 不需要什麼特權啊 好... 不需要特權就可以申請 好... 好... 那... 結論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 畜牧場的一個申請 不需要特權嘛 對不對 只要依法申請設置 然後就會依法核准 對不對 好... 來... 出電話 先坐啦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立衝突迴避法啦 有人說... 我們剛才有說到啦 申請畜牧場是每一個人 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申請的 那... 也不是議員才能夠申請 好... 那在這個部分 所謂的立衝法的部分啊 其實它是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 我... 我二等親... 有些參與到... 所感度的... 這個... 這個... 譬如... 還是... 表案... 這種... 有些參與到... 所... 所感度的... 這個... 譬如... 那當然就是... 違反立衝法 再者...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 或者是我的... 二等親... 利用序幕場... 去參與... 受監督單位的... 所謂的... 承攬... 然後... 呃... 承攬租任... 等等... 有關... 標案... 或者是... 利益方面的行為... 這個都是叫做... 利衝法 那我在當下... 我必須很清楚的... 告訴各位... 周碧雲申請... 畜牧場... 絕對沒有... 利益衝突的... 問題... 請大家不要做... 不當的連結... 委員處處長... 請問... 你認為... 你所熟悉的畜牧業... 蓄色... 有幾種... 請... 助長答覆... 謝謝大會主席... 團議員... 謝謝周議員... 對序幕議題的關心... 蓄色的部分... 那看似... 飼養的... 飼養的... 飼養的那個... 動物的類型... 那... 一般來講的話... 以國內... 以縣內來講的話... 以... 豬隻... 蓄養的... 蓄養場... 以及... 鴨... 肚... 肚... 那其次的話呢... 包含像牛場... 蓄色的種類啦... 不是豬壓...肌牛啦... 它的射體啊... 射體的話... 過去的話... 是不是傳統的... 它是... 二肉的... 它是有... 它是有... 有... 有... 污染性質的... 對不對... 然後... 賽者是哪一種... 現在目前政府在推廣的是哪一種... 呃... 目前的話... 最先進的這個... 虛牧場... 是... 密閉水連式的虛牧場... 那通常來講... 都會... 呃... 像養豬... 或者是... 養... 陸禽水禽... 都會有使用這個... 密閉水連式的虛牧場... 不是建議吧... 現在所有的法令不是... 都已經早就規定說... 你要申請牧場設置... 一定要用... 水連式... 密閉式的... 密閉式... 水連式的基設嗎... 這個是... 序牧法規定的呢... 處長... 你連這麼簡單的東西... 都不清楚嗎... 你現在還要... 蓋二肉的... 平通縣政府會準嗎... 會蓋... 傳統的... 平通縣政府會準嗎... 跟議員報告... 因為... 目前在... 以現的自治條例裡面... 是有提到說... 針對像... 比如說... 養豬... 或者是... 肉機的部分... 白肉機的部分... 是必須要... 新建... 新設置序牧場的話... 是必須要... 新建... 密閉水連式的序牧場才行... 那你告訴我... 什麼叫說... 密閉式的水連式基設... 跟議員報告... 所謂密閉式的話... 它必須要... 它基設本身... 必須要是... 做一個密閉的... 那它前後的話... 會有... 會... 以這個水連式... 來去做一個... 溫控調節的部分... 那當然它會有一個... 周邊的一個... 控制的系統... 會寒跨在... 整個... 整個機設的... 整個機設的四周... 這樣子... 簡單講... 它就是電腦... 核溫控制嘛... 對不對... 是的... 它裡面有電散嘛... 對不對... 有抽風扇... OK... 好... 那... 這個東西是不是... 目前農委會在推廣的... 一個設體... 跟議員報告... 因為目前來講... 飼養環境其實... 為了要進行... 為了要進行... 防疫跟生物安全... 那當然在... 畜牧的設施裡面... 以密閉水連式的... 畜牧場本身... 對所飼養的這些動物來講... 是比較屬於先進... 而且比較可以控制... 以及能夠獲得一個... 比較穩定的... 一個生長環境的... 畜牧場設施... OK...好... 除了... 穩定的一個... 環境的一個... 飼養的一個... 空間以外... 他對於環保的部分... 是不是... 他對於環保的部分... 什麼樣的看法... 跟議員報告... 一般來講的話... 在... 畜牧場本身... 都會有一些... 物費處理設施... 那通常來講的話... 在... 密閉水連式的... 不管是... 飼舍或... 飼舍的話... 通常會有... 採取這種... 一種方式... 比如說... 飼舍它會有... 高床... 那底下會有... 挖分設施... 統一去處理... 那如果是... 我跟你講... 你現在... 當下... 就跟我講... 白肉機的一個... 飼養就好了... 好不好... 是... 跟議員報告... 因為白肉機的部分... 它的飼養模式... 是採批次飼養... 那每一個批次... 大概都在... 大概差不多30... 我請你回答... 環保的問題啊... 是... 再... 跟議員報告... 如果是白肉機飼養的話... 它的這個... 呃... 糞便的部分... 通常來講... 業者它都會... 混合米糠等等的... 混搭物之後... 再出雞之後... 再統一的去... 尾油... 清運業者... 或是由自行設置的... 堆肥社去做一個堆肥處理... 你剛剛有講到嘛... 它的一個... 飼養的一個模式嘛... 吼... 糞便不是糞便... 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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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 大概在30到35天... 35天... 沒有30天... 通常都是35天... 店載廠... 他們收的... 大概都是35天... 好... 小雞一百... 小雞一百... 之前... 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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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本身的話... 如果白肉雞... 它... 鋪墊在底下的話... 第一個是... 它... 要跟... 這個... 機支飼養時候的... 它的... 糞便... 一個... 糞便... 那這些... 糞便... 糞便... 怎麼做處理... 跟... 一般來講的話... 序... 那個... 這個... 白肉機場的話... 它通常會有兩種處理方式... 那... 主流的應該都是... 有... 尾油這個... 在出機之後... 尾油帶處理場... 來去做一個打包... 然後送到... 帶處理場... 去做一個堆肥處理... 合法的清營業者嘛... 是... 打包製造嘛... 是... 請教一下... 裡面還有... 蝶子... 有很多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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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需要用大量的清水... 來做... 沖洗嗎... 跟醫院報... 蛛涉的話... 是因為它有清洗... 跟它有飲水的問題... 那還有... 它有... 那個... 豬尿的問題... 所以它... 通常來講... 它的... 糞便清除... 都是會採高床... 高床式... 瓜糞機群做一個處置... 是啦... 如果你說蝶子... 你常常說蝶子... 我來譬如... 讓你聽蝶子而已啦... 蝶子那裡就載走了嘛... 所以蝶子裡面... 有需要像蝶子... 這樣用大量的... 穿水來... 穿水... 沒有啦... 跟醫院報... 白肉機是不需要... 做一個清洗的... 是嘛... 它是帶走了嘛... 所以就是... 後續的話... 沒有清洗... 沒有水污染的一個... 部分的一個... 狀況嘛... 常常來... 做小董而已嘛... 這樣你有了解嗎... 是... 我先問你喔... 腦恆溫控制啦... 腦腦在胖... 溫度高的時候... 使用量多還是少... 因為您只... 溫度高... 使用量是指哪一個... 使用量... 所以... 你... 不清楚嘛... 密閉室... 水蓮機設... 它是用電腦... 恆溫控制... 那在一個密閉室的空間... 這麼多的... 小機在裡面... 它需要的... 溫度高... 它需要的... 那個... 抽風的量... 是多還是少啊... 根源報告... 據我所知的話... 因為... 它必須... 因為它是一個密閉空間... 那它必須透過... 水蓮跟風扇的方式... 去... 控制在機設裡面... 是一個恆溫... 那它的抽風... 它的抽風量的話... 會... 依照它必須要... 達到恆溫的一個目的... 來去做一個增減... 我就很簡單嘛... 就很熱啊... 對... 風量會依照溫度... 來去做一個改變嘛... 它... 風量的一個調整... 它電腦環控會去控制它嘛... OK... 來... 我問你啦... 這都... 很簡單的問題啦... 密閉室的空間裡面... 溫度館... 溫度館... 電風... 就是要用比較多機啦... 相對的... 白天啦... 這時... 我們現在... 平常是很熱很熱的啦... 外面很熱的時候... 當然... 我們也會開電風... 開冷氣嘛... 對不對... 它的溯用量比較高嘛... 晚上... 溯用量就比較少啦... 所以... 結論就是說... 結論就是說... 基社... 水連市的一個... 基社... 它... 本身... 沒有... 所謂的... 排氣問題... 偷排氣的問題嘛... 處長... 你懂我的意思嗎... 水連市的基社... 有偷排氣的問題嗎... 我們剛剛談了那麼多... 我要問這個東西... 呃... 跟議員報告... 密閉市... 基社... 它在做... 它的... 風扇... 它是來做一個... 整個... 基內設廠的一個... 温溫的一個控制... 它是會隨著... 因為它的主要目的... 是要去控制... 它內部的一個... 溫度... 不能過高... 或過低... 所以它... 它為什麼會採取... 用風扇... 跟水連部... 你不要把我扯遠... 我時間有限喔... 處長... 你就跟我說... 密閉市的水連市基社... 有偷排氣的問題嗎... 沒有啦... 很簡單嘛... 沒有啦... 如果說... 哪一天... 把電商關起來... 密閉市的環境裡面... 這些小機會怎樣... 會死掉啦... 沒有空氣啊... 我們生命最重要的就是... 水跟空氣啊... 陽光啊... 是嗎... 就很簡單的... 密閉市的空間裡面... 沒有排氣的問題嘛... 密閉市的空間裡面... 不能夠... 有偷排氣的問題嘛... 沒有辦法有偷排氣的問題... 它一定要有空氣嘛... 好不好... 好... 那... 黃國昌下來... 他居然跟媒體講... 他在現場... 沒有味道啦... 民眾跟他講... 跟他講什麼... 跟他講說... 那這時候電風關起來啦... 我請教你... 這個是不是天大的大笑話... 前兩天... 去牧場直播... 他講什麼... 他講說... 齁... 你時夜關起來... 暗時夜... 頭白... 我要向各位解釋... 就是說... 密閉市水... 連市機設... 他沒有所謂... 偷排氣的問題啦... 他一定要... 時時刻刻的... 讓電風扇運轉... 保持裡面的恆溫控制... 讓小機能夠在那個環境... 中國下來的一個學者... 他懂個什麼... 他懂個什麼東西啊... 農業他懂嗎... 處長... 你還是沒有很懂啊... 怎麼會講這麼... 低級可笑的話呢... 那個都有錄影... 你們農業處沒有態度啊... 那... 一個牧場... 合法申請耶... 我需要去走八大行業... 去投歐三個... 去拜託你... 給我通融給我過嗎... 不需要耶... 每一個人都可以申請啊... 我從來也沒有耶... 跟你們每一個人都... 客客氣氣的耶... 哪裡來的特權耶... 那也是不解耶... 部長我問你喔... 那種牧場... 從... 以前到現在... 你有沒有去了解... 業者... 他做了哪些事情... 有了這些聲音之後... 業者做了哪些事情... 請處長回答... 跟議員報告... 那... 熱熱養機場... 據我這邊所了解的是... 在104年那時候... 因為地方... 有... 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 空氣污染的問題... 有... 有連署抗爭啦... 那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在... 業者這邊呢... 針對這個... 空氣污染的部分呢... 有去設置... 這個... 排氣的一個... 除臭的一個設施... 在... 在後端的一個... 出風口的這個位置... 那... 呃... 縣府這邊呢... 我們那時候... 呃... 農業處呢... 也有... 邀請業者... 邀請這個... 學者呢... 周敏賢... 周教授呢... 來針對這個... 排氣的這個問題... 這個... 味道的問題呢... 來去做一個... 呃... 沒有咯... 沒有咯... 來... 我跟妳講... 業者做了什麼... 在早期三十五天啦... 我跟館長報告啦... 三十五天比三十天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花了... 花了好幾百萬啦... 齁... 去做了這個設施... 講了我們就去做了啦...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在飼料裡面... 我們也添加了益生菌... 這個是專家學者... 指導的... 好... 我們都去做了... OK... 所以妳只有講對一個... 妳對這個案子... 根本就沒有投入... 沒有去清楚的了解... 業者到底做了哪些事... 四個啦... 我們的那個... 新設置牧場... 的那個... 自治條例裡面... 齁... 有提到啦... 我們要設置的時候... 這支條例裡面... 規範的... 那個... 距離有多遠? 呃... 跟議員報告... 距離是三百公尺以上... OK... 啊...妳知道... 那樂牧場... 距離村莊有多遠? 呃... 距離同仁... 他去... 他去... 呃... 測量跟... 呃... 地圖上套位的結果... 大概有... 差不多... 我印象中... 應該會... 1.5公里啦... 齁... 好啦... 妳先坐啦... 來... 請坐... 處長請坐... 謝謝玉兒... 環保局長... 請坐... 我們都說妳... 環保局很大耶... 妳也很大耶... 妳也很大耶... 妳有屬性有大耶...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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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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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困難的... 沒有很困難... 是喔... 是... 我幫妳... 我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有啦... 我也看到妳很困難的... 不過... 也很心疼... 有人都告訴妳... 那妳告訴我... 好不好... 這段時間... 呃... 以妳們環保局裡面的... 所有的紀錄裡面... 大聲講出來... 齁... 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就沒有做... 好不好...齁... 妳們總共的... 去吉塔了幾次... 應該是... 五百幾次有吧... 五百幾次啦... 齁... 屬實啦... 五百幾次啦... 請教一下... 有沒有被開過紅燈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檢測沒有通過的一個狀況啊... 百況四年... 有檢測... 我那次... 有三次... 沒有通過... 但是沒有通過... 中... 有兩個是... 採樣有瑕疵... 然後另外一個是... 附近農地... 有一些異味干擾... 所以它是... 符合... 唉... 沒什麼講啊... 這就不是... 不是... 牧場的狀況嘛... 那是這樣... 採樣有瑕疵... 採樣有瑕疵... 我是... 不好意思... 你家公是什麼瑕疵啊... 啊... 我有跟妳們... 傾雜課長有講過了啦... 齁... 採樣瑕疵是處理妳... 政府黨員的問題耶... 不是... 利業者的問題耶... 所以以後不要這樣子講... 啊不然... 我... 我可以在這裡講得很大聲啊... 為什麼會有瑕疵... 好聽耶... 那是委託外面的... 環保署認可的... 檢測公司... 來檢測... 好... 所以... 沒有超標的狀況嘛... 對不對... 過去沒有... 但是... 我如果有在現場... 我可以把他們記得... 要怎麼採樣才是正確的... 過去可能沒有人記得... 我這樣算妳... 因為我有收訊過... 你有收訊過喔... 蛤... 啊... 啊... 妳不就說... 她都賀白菜... 沒有... 我沒有這樣說... 沒有... 不是賀白菜... 是... 那個時候... 剛剛好... 一百空四年的時候... 剛才有採樣有瑕疵... 嗯... 採樣有瑕疵... 就是... 就是有問題啦... 當然... 有瑕疵的東西... 就不能夠是一個... 正確的一個數據啦... 那... 已經五百多次的一個稽查啦... 五百多次啦... 五百多次啦... 要怎麼說... 妳要說... 妳不再拼拼拼了... 很久了... 我沒有拼拼... 妳沒有拼拼... 妳告訴我喔... 新廠的檢測標準是多少... 新廠的檢測標準... 異位官能測定是30... 好... 30啦... OK... 局長妳說喔... 黃國昌說我... 規避水無法... 跟廢清法... 我有規避水無法... 廢清法嗎... 請問需要... 規避水無法... 跟廢清法嗎... 水無法... 跟廢清法... 怎麼來申請... 妳若是... 這八個喔... 超過10萬隻... 大家要申請... 水無法... 排放許可... 妳若是... 超過... 8萬隻... 大家要申請廢棄物清理計劃書... 這... 會申請嗎... 這... 一般的定數而已... 妳要申請... 蛤... 超過... 一定要申請... 好申請啊... 不申請嘛... 規定來... 依照行政程序... 就好申... 妳當然... 妳如果不照規定... 就要申請了... 妳一定要照規定... 妳怎麼... 鄉雄斌到這件事... 不像妳平常是的人... 蛤... 因為... 很緊張耶... 水汙染... 水汙染... 水汙法的部分... 很... 妳要... 妳告訴我怎麼申請啊... 好啊... 正常程序怎麼申請啊... 妳講啊... 講出來啊... 妳通常要拿妳的登記證啊... 妳的... 一些證明啊... 妳個人的資料啊... 申請的資料... 上來環保局啊... 環保局會去審嘛... 會去現場看... 所以就是要... 定期證嘛... 定期證才能申請嘛... 對不對... 我們是要的... 登記證... 幾隻就是... 6萬隻要簽嗎... 6萬隻... 8萬隻要簽... 簽非簽書... 10萬隻要申請... 水汙許可... 水汙許可... 不能以登記證來看... 要以... 共同... 使用... 一個範圍... 或者... 妳亂講... 妳們環保署的公文都寫... 都寫... 以登記證為憑... 妳還要亂拗... 環保署後來... 還有一個問號碗... 說要... 如果是... 那個... 有事實認定... 他是... 共同管理的話... 妳把公文拿出來... 沒有這回事... 環保署的公文... 我手上有啊... 環保署的公文... 我沒有拿出來... 妳這樣... 洋洋斌... 這麼堅強... 在那裡怪怪的... 請坐... 來... 待會我讓妳處理啦... 那個... 看一個啦... 妳農業處... 那個... 農業處處長... 看著喔... 建管科... 建管... 成蝦發展... 處處處長... 看著啦... 來... 這個是... 103年申請的東西啦... 這個是... 駿公圖... 齁... 那妳們... 財閥書裡面一直寫... 一直寫... 就是說... 東牆跟西牆... 那本習在這邊要跟妳們強調... 所謂的東牆跟西牆... 103年都是跟... 平東縣政府申請的... 他... 有... 容許... 使造... 建造... 還有... 駿公圖... 這是... 這... 那... 這是... 那... 這是... 東牆跟西牆... 這是西牆的部分... 妳們說的... 有違法在報紋啦 1003年合法 你們現在1008年說違法 來你們的財處書裡面寫著啦 你們的財處書裡面寫什麼 寫說 寫說 那個什麼 叫業者嗎 齁 去 申請 那個 序勤廢屋處理設備 那業者已經在9月11號提出申請 那你們平東縣政府也非常清楚 也發了一份公文給 給訪留鄉公所 也督促他們在10月17號以前要完成 完成出審程序 這是農委會的一項公文啦 處長你看看 農委會裡面的公文有說 有說 要為不為啦 批鈴的牧場要為不為啦 現行的序募法規並沒有特別的記載啊 那這個是農委會的一個決議案 針對圍牆的一個部分 他說兩個瓶離的一個牧場 就是由當事人雙方面去做決定 環保局長 這是妳說的 這是環保修法的公文 你們環保局要有公文喔 而且裡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牧場登記證為品喔 妳那些話 妳要收回去喔 這個是有白紙黑字的公文喔 妳等一天就有啊 來那個 農業處處長 妳說一下分場原則 謝謝大會主席 很遠 謝謝作為議員對畜牧議題的關心 那這個分場原則部分 就所知是在104年那時候 農業處這邊針對 縣內的一個畜牧場 他的應該去怎麼讓同仁在執行 畜牧場之間的區隔的時候 來去做一個整個原則上的一個制定 讓不管是說縣府農業處執行的同仁 或者是說各鄉鎮公所農業客收益 等執行同仁在做一個農需審查判斷 這個判斷上的一個 一個依據跟一個判斷的一個原則 分場原則104年12月17號公告 發布嘛 是 妳告訴我為什麼他 在107年6月25號廢止 講快一點喔 我時間沒有了 跟議員報導 因為分場原則 我們在當初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也是按照序幕法第四條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 來去做一個研理 那當然在這部分的話 其實在107年廢掉 我們廢掉平東縣的分場原則之後 其實也是回歸到 遜牧法第四條來去做一個判斷 那當初去設立這個分場原則的 當初去設立這個分場原則的環境 是因為要去讓縣府農業處 或者是鄉鎮公所農業客同仁 在審查遜牧業者來提出容許的當下 能夠有一個判斷的一個依據 跟一個準據來去制定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在107年廢止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遜牧法第四條 來去做一個判斷 總而言之分場原則 它就是不應該成立的一個東西嘛 你們已經跨越遜牧法第四條第二款的一個內容裡面了啦 分場原遜牧法第四條第二項裡面 所謂的飼養規模是什麼 使用獨立的水錶電錶沒有統一為理者嘛對不對 水錶電錶排水口沒然後統一統一為理者嘛 遜牧法第四條第二款 那你們裡面這些東西裡面的第幾條啊 第三條無力經營出入口 這個東西就已經超越母法啦 那你這個不是行政規則也不是那個什麼也不是法條 當然它就是要廢止掉啊 你還用這個東西要用在遜牧法上面 怎麼對啊不對吧 你剛剛回覆這樣子是不對的呢 它不應該設施它已經跨越母法 而且它是一個伺服相的一個法則 增加人民的權力跟負擔了呢 所以農委會其實沒有把它廢掉嘛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 廢止這個屏東縣屏幕廠分廠原則 後來是判斷是因為在整個判斷準確裡面 這個屏幕廠分廠裡面 我們還是我們回歸到 遜牧法的第四條 它所規範的 同一出入口共同的圍離 同一種類共同圍離 同一出入口共同的水錶電錶等等 它在以遜牧法第四條裡面明確就有規範 那我們後來是要求同仁是在做日後再進行 整個屏幕廠容許申請的當下的話 我們是回歸到屏幕法的第四條 來去做一個判斷 來 台東我有說啦 那個圍牆 東西牆 中牆跟西牆那個是合法設置的 103年 許得容許使照建造軍工圖嘛 好 那你回覆我 108年為什麼 你們會說它是違法 跟議員報告 104年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民眾檢舉 在熱熱養雞場等武場 在憲政府合法容許之後 原本所設置的 包含像區隔的圍離牆 包含像堆肥市等等 管理市等等的話 跟原先容許的項目已經有變更不符 那當下其實農業處就已經有 含文給業者 請業者 第一個就是 沒有變更不符啊 都一樣啊 而且我們也在時間內提出 也有在適當的時間內提出申請啊 提出申請是你們都沒有作為啊 當公所也沒有作為啊 那這些東西要怪罪於誰啊 我們加裝了消毒設施 然後 然後颱風把東西弄壞了 那這些東西我們把它恢復了 把它做一個小小的調整 我們也依法提出容許申請的一個 我們也依法提出變更登記啊 是你們政府當會沒有審啊 那為什麼要加住輿民啊 罪過要扯在民眾的身上啊 業者的身上啊 這樣子對嗎 政府 地方政府 代為作為 不去執行因作的一個任務之下 那就是老百姓就是要死給你們看嗎 罪過家在業者的身上這樣子對嗎 那個圍牆沒有變呢 一樣呢 陳明貴去會堪也是這樣子呢 那是合法設置的呢 那合法設也跟你在說 一百康三人你關鍵貨法設啊 合法設也跟你在說 到底誰有問題啊 這我周碧雲有問題嗎 瑞峰處處長 你在哪裡 你給我啟動調查 調查我周碧雲有沒有行會於每一個公務人員 如果有的話把我照片關起來 你給我調查 一百零三年組合的那一批人 去哪裡啦 他們如果貪獨收賄 全部給我查辦 現在的這一批人 他們如果不依法行政違法濫權 是不是也應該抓去辦 副黨我要求你馬上執行 啟動 可以嗎 請處長答覆 沒有啦 應該正風吧 那農業處長請坐 謝謝主席 謝謝大會主席 以及謝謝周園員 對這個公務員的這個 有沒有依法行政的一個關心 那剛剛周園員提到 如果議員這部分 那周園處這邊無錢製作 那如果公務員涉及貪獨 不好的這個區塊 那麼絕對依法來偵辦 好 你好 你就啟動去辦 一個月給我東西好嗎 是 好 好 請坐 農業處處長 來你還沒講完啦 處長那繼續 請您站起來 你怎麼理會103年說合法 108年說不合法 你的依據在哪裡 跟議員報告 104年那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發現 業者把樂樂燈養雞場 無廠養雞場 中間區隔的圍裡牆 都已經拆除了 那原本的管理師 那你拆除啊 講清楚 這個來做一個 無廠之間的圍裡牆 都已經去拆除掉了 OK好 那有拆除也做處理了吧 然後 然後 然後也又恢復了嘛 這些已經恢復了啊 有恢復了啊 我還不想講咧 我們的敘墨在裡面登記的是什麼東西啊 敘墨在裡面也是亂搞耶 來我先說這裡啦 待會兒我跟這裡說 來你不看著喔 這個是另外一個牧場 為什麼人家的牧場那麼豪華啊 而且一樣是獨立出入口 而且都是共同圍裡 要圍得這麼舒適啊 這個是你裡面裡面也好幾場喔 這個是你們平東線那個不準喔 那也是啊 這是第二條 同樣啊 為了好小的担担啊 因為的就沒違法 我為的就違法 我是有身長有定期的呢 你們不同標準啊 依然受試啊 這個第三場 福利出入口 圍牆圍得這麼OK 裡面也是好幾場 副長 看著 人家大門這麼騙的 我那是心情什麼 兩屁擋風牆是 千萬人員叫我擁安的 可以擋粉塵耶 你們居然說違法要拆掉 103年說合法 108年說違法 別人要怎麼蓋 對 這樣子對嗎 你居然是目標準基金啦 牧場登記證 牧場登記證裡面 他只能夠有依照 我們要訓募法第七條 一到六 一到六個大項 第五大項裡面 主要的蓄募設施就是下面 禽色管理室 廢水處理設施 堆肥色 然後等等那個什麼 廢棄物的一個處理設施 你們家的蓄募廠寫了什麼東西啊 不該有的都寫在裡面呢 這樣子對嗎 你們說牧場違法 107年 太陽能的一個設置啊 你們又重新審查實在 你們又重新審查建造呢 重新審查容許呢 由封鎖送到屏東縣政府呢 太陽能廠商才能夠取得 部署設施呢 你們居然為了兩邊圍牆 合法的說成非法 機是機非城市 太陽能廠商怎麼辦啊 居然說要撤詐 你憑什麼一直放風聲啊 不依法行政還一直放風聲 合法的老百姓 遵守法律的老百姓 就很受這麼大的一個壓力嗎 而且是不合乎 邏輯的壓力 不見人情的壓力 這樣子對嗎 你是要輔導農業 還是要終結農業 還是要消滅農業 你們 11月19號 你們去會看啊 會看在這裡啊 你也看得清清楚楚啊 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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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內地小姐剎得很上市啦 牧場登記證為主啦 你們家的人寫什麼啊 圍牆拆了 合法的圍牆拆了 被你們逼迫拆掉了 圍裡也圍得好好的 老百姓的財產 沒有像他們那麼好命啦 牧場有夠可能的呢 認一個圍杖就沒有呢 這個是生命財產的問題呢 你們亂七八糟用法令來扣 要終結牧場 我真的認為這是天大的大笑話 黃國榮 黃國榮 對嗎 站在你是農政的主管機關 對嗎 笑死人了呢 兩片圍牆 要撤照 要停工 要限期改善 兩片圍牆 能夠搞到一個 這麼先進的一個牧場 來撤照 我真的認為這個是天大的大笑話 因為如果牧場 牠沒有養雞 牠是生前養雞 牠卻養豬 牠卻養鴨 當然不行啊 自始至終都OK的 你們到底在幹嘛 還有很多瑕疵 要這樣子招踏老百姓 踐踏農業 我希望我們是能夠好好的去把正面的事情做好 做不好的部分業者虛心接受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但是你們照顧單位 你要依法行政 不要給我違法濫權 好不好 本席諮詢到這裡 謝謝 好處長請坐 謝謝我們周議員 來接下來我們 質詢的議員是 盧文